大家好 欢迎收听生奇异普通话频道 话说最近在中国大陆不断出现大规模的洪灾 由于经济崩溃 再加上中国大陆解放军发布的救灾片段越来越少 因此民众对解放军和政府感到越来越不满 因为到处都是洪灾和人祸 但是却偏偏看不到官方出来救灾 最近在网上流传着一段影片 说是由解放军中暑晕倒 结果这段影片被怒轰 说拍摄成本越来越低下 因为是假装救灾 但是交出来的戏码却越来越差 影片的恶劣程度 连现在各大网站上的自媒体制作都要比它更靠谱 但是这可是国家军队的宣传影片 结果情况惨不忍睹 中国大陆军人大规模救灾的画面已经越来越少 从去年开始 中国大陆各地就不断传出发生天灾 不是旱灾就是洪灾 中国大陆从来就没有平安过 而中国大陆的官媒在近年来拍摄解放军投入救灾的影片的时候 宣传已经是越来越大不如前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在澳洲也有专家分析这件事 说是因为解放军的定位出现了改变 就是说解放军的重心从以前的不断的有大量的军费用来拍摄这种救灾的画面 但是现在的预算已经开始越来越低 那些钱全部都不知道用到哪里去了 而再看看近年的政治情况就知道 解放军简直是可以用大地震来形容 国防部长需要换人 明明李尚福已经算是西派人物 但是仍然被解除了职务 甚至还要开除党籍 这就证明了解放军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而解放军的重大变化 也直接使得这个全世界最巨型的贪腐组织中间的游水 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由于被整肃 所以原本里面的预算全部不翼而飞 可能已经全部被砍 回看过去的记录 解放军非常喜欢摆拍 说自己在救灾 一支如此大型的军队居然要要不断地强调自己所起的作用 给人民洗脑 让人民支持要有军队 但是自从在习近平上台之后 整个方向就改变了 习近平似乎一心要控制解放军 要解放军能打仗 打胜仗 所以整个解放军的重点就改变了 简单来说 解放军是被命令要在多方面专注准备战争 就是说解放军以前的定位就是欺骗人民 有事就出来救灾 但是现在连拍摄救灾的影片的预算都没有了 自从习近平高度介入解放军之后 每次都强调要能打胜仗 就证明解放军以前的油水已经不复存在 早前在本台的节目中 Tony也已经给大家揭露过 解放军在世界当中 是继俄罗斯之后最大规模的贪腐组织 里面有大量的油水 到处找门路赚钱 而那些军官将领 每一个军阶的职位全部是有价有势 所以里面的贪腐可想而知 解放军可以打仗是一个笑话 他们是世界上最大规模 最庞大的一个贪腐组织 而解放军最先进的绝对不是武器 而是卡拉OK设备 所以那些军舰完全就是解放军的头目的海上行攻 但是习近平在上台之后 居然妄想要把这个极具贪腐的组织 变成真真正正的军队 原本的油水没有了 以前解放军拍影片 预算仍然是非常高 所以可以把钱全部摊走 拍片就成了低成本制作 但是在近年来连这些成本都已经被扣起 所以能拍摄救灾的画面已经越来越少 只能出产一些低素质的救灾影片 说救灾救的时间太长 但是全身却干净的难以想象 好像刚刚从浴室洗完澡出来一样 无论是身体还是衣服 还是裤子 还是鞋子 都干净的像道具一样 是全新的货色 所以解放军现在拍影片的素质已经低的难以想象 甚至有很多稍微专业一点的自媒体的拍摄效果 都比他们拍的还要精彩 所以在大致上可以想象到 第一 解放军近年救灾的画面越来越少 肯定是当中的预算被人砍掉了一大半 第二 解放军已经越来越无心去救灾 因为整个定位和目标已经改变了 以前是在吊儿郎当 在那里假装救灾 给人一种自己很重要的感觉 之后就有大量的维稳费下来 然后全部进了自己的口袋 那些官兵也可以奋一杯羹 但是现在居然有一个疯子 真的想推我们去打仗 那些钱全部用来投去研发一些 不知道是什么项目 还有研发武器 而且还有可能调动了大量的资源 去支持俄罗斯 在这样的情况下 能够摊到的油水越来越少 所以能够剩下来用来拍摄的资源 就变得非常紧出 只能够搞低成本制作 所以就找了很多可能是免费的群众赏来拍摄 这样子拍摄当然会是非常不专业 穿帮点到处都是 而且现在拍摄的都已经不再是救灾画面了 而是直接跟你说 解放军受不了了 这就是解放军现在最新的情况 但是我们也不会认为习近平真的能有效控制解放军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等以后有机会再来给大家详细分析和跟进 插一段广告时间 多谢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还没安装VPN的观众 记得快点安装Surfshark VPN 多谢 请不吝点赞订阅